明太祖朱元璋是个传奇皇帝 他经历过人间疾苦 清除最底层的生活状态 所以即使是当了皇帝 还是勤俭节约 凡事亲力亲为 有一次朱元璋为一个官职 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到合适的人选 这一日朱元璋微服出宫 不料途中遇到大雨 情急之下躲进一家农户避雨 闲聊之际 朱元璋听到对方名叫 董茂后突然龙颜大跃 直接封他为官 而且世袭 这个名字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玄机 为什么能直接帮朱元璋解决了选官的难题 还让他高兴到直接为农夫封官 还承诺可世袭 纵观中国历史 无论哪个朝代 皇家对林寝的建造都非常重视 而且极其讲究 我们从林同秦始皇陵 陕西汉唐陵 河南宋陵 南京明孝陵 清代官外三陵 就能窥见一二 为什么古代皇家如此重视林寝的建造 原因大概有三 首先是传统 古人信仰祖先 鬼神 认为人死只是肉体的死亡 灵魂依然存在 并且死者会继续在另一世界生活 还会庇佑整个家族 其次 是私心 皇帝作为权力的绝对掌控者 当然想死后 在那个未知的世界里 依然享有权力 财富 地位 能够继续享受富贵的生活 而灵寝是他们在那个世界的住处 理应好好修建 最后 是风水 风水文化认为 祖墓地址的风水 会影响后人的命运 而一国之君陵墓的风水 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 所以 无论于公于私 看起来都有好好建造的必要 那又为何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修建呢 因为古代人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 而皇家领寝 有功成巨大 从选址到规模 从结构到精细程度 都是碳为观止的 这么巨大的工作量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 所以一般情况下 都是在皇帝继位的第二年时 就开始修建了 明太祖朱元璋 是个传奇的皇帝 他出身贫贱 为了生活 当过和尚做过乞丐 深知民间疾苦物力维艰 最终费尽千辛万苦 经历生死磨难 才走到了权力的巅峰 掌握了皇权 他自然比所有人都知道权力的好处 也更想让他的皇权永固 更想让子孙守好那江山 那么具有庇佑子孙功能的灵气 朱元璋自然是极其上心的 朱元璋一生非常节俭 当了皇帝后 早餐也只有蔬菜 外加一盘豆腐 他的衣服都是洗了又洗 补了又补 但他对林寝的建造 却一点也不含糊 朱元璋调用了十万人 用了整整二十五年时间 花费巨资 在南京城外的紫金山 修建了至今都保存完好的 明孝陵 朱元璋真的是心思缜密 所有的事情都亲力亲为 不但把林寝建造得无比坚固 还亲自挑选 训练了一批五千六百名精锐御林军 为他死后保卫孝陵 这支保卫队的名字就是 孝陵卫 有部队就得有马 那么除了训练有素的卫兵 还得有人卫马 司马就是卫马的一个官 不仅如此 就连孝陵保卫队中 一个小小的卫马的官员 他都再三斟酌 举气不定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这一日 朱元璋微服出宫 视察民情 他们一众行人 正走在乡间小路上 突然 调泼大雨降了下来 这毫无征兆的大雨 使他们无处躲藏 透过秘密的雨线 隐隐能看到 不远处有一家农舍 他们也顾不得其他 赶紧朝着农舍的方向走去 这突如其来的大雨 也搞得这家人措手不及 农夫正手忙脚乱地 把院子里的东西 往房间里拿 一抬头看见门口屋檐下 有人避雨 这家人 此时还不知道 一个改变他家族命运的机会 正在靠近他 也不知道是古人善良 还是这家人善良 看到有人 在自家门口避雨 农夫赶紧把来人 请进了家里 热情招待 皇帝朱元璋心里暗想 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更深入地了解一下民情 就和农夫聊起了家常生活 气氛很融洽 还不时夹杂一些笑声 不知不觉 雨渐渐停了 皇帝朱元璋 准备起身告辞 问道 您叫什么名字 农夫回答 董茂 话音刚落 只见朱元璋洗上眉梢 龙颜大悦 这一定是天意 是老天派了个人来给他当 司马 董 拆开来就是 草 千 里 茂 就是 茂盛 合起来不就是 有草千里 很茂盛 这寓意简直太好了 孝林卫的马 有着茂盛的千里草来养 太合适不过了 朱元璋 当即便封董茂为孝林 为司马 人这好运来时 挡也挡不住 董茂 因一个好名字 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由农夫变成了官员 而且直接在皇帝身边工作 开始享受国家级待遇 这真是天大的恩赐 农夫一家人 从来都没敢想过 竟有这样的好运 砸向自己 虽然只是个养马的小官 但是打狗 还得看主人呢 这可是在皇上身边干事 养的可是御马 官职不高 却也显赫 而且好运还没有结束 不仅仅如此 皇帝又加上了两条 一 官职世袭 不得更换 二 往后董家房子的修缮 都由朝廷来拨款 皇上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咱也看不懂 只是 这对于一辈子处在社会底层的董茂来说 简直就是锦里上身 运气好到没办法形容 这些就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幸运了 而是整个家族都蒙受大恩 董家这轻轻一跃 就跳跃了好几个阶层 从此脱离贫困 衣食无忧 而懂贸一家 也没有辜负明太祖朱元璋的信任 1398年6月 71岁的朱元璋病逝 撇下了他的王朝 与大脚马皇后合葬于明孝陵 在朱元璋病逝一个月后 他生前亲自挑选 训练的这支亲信部队 孝陵位前往孝陵 正式铸扎于此 开始工作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 锦衣卫 辅军位 雨林左宝位 雨林右位 这些大家应该都听过 这些都是明朝的部队 尤其锦衣卫 这支皇上亲信兼私人保镖的部队 官兵各个武功高强 飞檐走壁 全方位地保护着皇上的人身安全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有锦衣卫 死后有孝陵位 孝陵位一共有5600名官兵 这些官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而来的 但是朱元璋还是不放心 京中选京 又从中精选500京兵 这500京兵不但选拔条件苛刻 而且用的是我们现在的考核制度 末尾淘汰制 据说 朱元璋是按照锦衣卫的标准来训练孝陵位的 甚至他们也有锦衣卫的飞鱼服 绣唇刀 在战斗中厮杀如风 神鬼莫测 为了确保安全 这些官兵也和司马 董茂 一样是世袭制 由此可见 这支守陵的部队实力有多强 也可以看见 朱元璋对自己的保护 真的是非常严密 滴水不漏 也正是有朱元璋这样的用心 明孝陵才能到现在都保存得如此完整 现在的孝陵位是一个地名 就是明孝陵的那一片区域 南京当地前些年 还有一句顺口溜 除了中山门 就是乡下人 到了孝陵位 还是旧社会 600年后的今天 当地人还是如此评价这个地方 可见当初孝陵位驻扎时期 以及驻扎守护的整个期间 那一片区域是多么的偏僻荒凉 野兽触摸 战争频发 朝代跌宕 明孝陵曾多次受到重创 我们不知道 在那些风高月黑的夜晚 在那些血雨腥风的战争中 孝陵位经历了多少次生死搏斗 只知道 他们一直就那样忠诚地 坚定地守护着那片陵木 从未离开过 董茂一脉子孙 跟随着孝陵位 坚守岗位 毫不退缩 一共在明孝陵守护了167年 直至明朝灭亡 董家这也算是克尽职守 终不负朱元璋的赏识与恩德 话说回来 董茂真的只是 凭借一个好名字 就给自己和子孙争取到了官职吗 其实不尽然 董茂的名字 瞬间引起皇帝注意是不假 但朱元璋是谁呀 他经历复杂且谨小甚微 怎会因一个名字就草率决定 关乎自己的重大事件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 因必于短暂的接触和交流 朱元璋以自己独到的眼光 看到了董茂身上的品质 热情却不失礼节 贫穷却不失希望 吃尽苦头却不抱怨 还有勤劳且坚韧的生活态度 这样的人是值得托付的 是一定能够坚守的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